陈秀翻个院子,说他看完五味杂陈,尤其是看到陈小春和英彩儿这一对,简直就是他婚姻的翻版,原本,我以为看这对夫妻是来虐狗,其实一看才知道,是来指养的,先是选房间,英彩儿看上了一间套房,结果陈小春却挑了唯一一间没有大床的房间,还说翻床睡挺好的,彩儿气得跑到院子里晒太阳,小春跑过去看似安慰的说,不晒吗? 然后自己直接拖了一张椅子,远远的坐到了树底下,完全没意识到老婆一颗心碎了一地,英彩儿自己在微博调侃说,这完全是苏亮夫妻,从2010年结婚至今,春彩夫妇正好到了所谓的七年之痒,据说,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,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,两个人感情到了第七年,就会到达感情倦怠期的高峰,我们中国人呢,或多或少都有点婚姻呢? 美满,家庭和睦的传统价值观,所以中国是婚姻里的七年之痒,症状也就很中式了,七年之痒的婚姻,没有细节,没有称谓,甚至可能没有尊敬,和尔蒙退去,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? 时间把老婆变成老妈,老公变成老男孩,婚姻的本质,变得一览无遗,其实我有点佩服英彩儿和陈小春,真人秀是有很大风险的,因为你们的相处状态,会毫无巨细的暴露在镜头下,出演一个人设,不能完美出演24小时,总有懈怠的时候, 从节目里可以看出,春彩这对夫妻,相当本色的告诉了我们,什么是中国式的七年之痒,一,你的称呼,成了喂,开始恋爱时,会给对方许各种肉麻的名字,星星月亮小花花,春春彩儿,结了婚开始叫老公,老婆,有了娃儿,直接就变成他爹,他娘,结婚七年,你们就是,哦,喂,哎,哦哎, 这一幕幕就让人想起周星时的经典台词,当年叫人家小甜甜,现在却叫我牛夫人,二,你做什么都不对,你是个智障吧,结婚第一年,看他缺点像芝麻,结婚第二年,看他缺点像芝麻饼,第七年呢,估计已经想刺戳双目了,节目里,英彩儿分分钟就想用眼神秒杀陈小春,吃早饭你还要唱歌,一记眼刀,喝粥声音这么大,一巴掌呼上去, 给你一个眼神,自己去体会,三,把老公当儿子养,我管你等于我爱你结婚越久,女人会越觉得,这个男人离开我不行,他吃什么,穿什么,每一件事都得我来安排,陈红作为妖猫船的制片人,要帮陈凯歌解决所有他不善于沟通的问题,要负责保护陈凯歌所有艺术家的部分,在外宛如一个斗士,但结婚至今,陈凯歌每天出门,从头到脚的衣服 全是陈红搭配的,在外忙到飞起,但依然要把丈夫当作一个孩子在照顾,英才而对陈小春,那,煮饭居然把一整糊米全倒进去,你告诉我,这个刻度是己,你骑摩托技术差得要命,不准骑啊,乖,婚姻生活越久,大概会越来越觉得,自己嫁给了一个没有眼力,生活低能儿, 在家里就是玩,说什么,都假装心不见的男人,每天亲里起码想翻一百个白眼巴,只能像对待小朋友那样,明令禁止,这个不要做,那个不要碰,这件事必须要这样,所以,老岛的母亲和沉默的父亲,总是成队出现的 四,中国是七年之痒,一切为了孩子恋爱时候,聊电影,聊爱好,聊理想,聊人生,现在呢,通话五分钟,四分半都是在聊娃,娃吃了吗,睡了吗,拉巴巴了吗,作业写了吗,今天乖不乖,前一分钟还在冷战,儿子打来视频电话,一秒给你秀恩爱,头还要马上凑在一起,挣扎着给儿子半个可爱的鬼脸 中国是七年之痒,唯一的共同话题是孩子,你的称呼是某某他爹某某他娘,我们的关系不是夫妻,我们是爸爸和妈妈 五,婚姻终于修成佛系,就让一切随缘吧 四五年前,我家沙发上经常出现各位闺蜜的身影,吐槽的主题,无疑是围绕男人,又有半个月出差没回来了,一回来居然就去跟同事吃饭到深夜,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每次出去吃饭,就是在打电话看手机,在好的环境也白瞎,说好的要陪我过生日,又放我鸽子,怎么一到关键时刻 他们,公司就有事,然而近两年,大家都成了随缘派,不回来吃,哦,好,反正也没等你吃,又有事,哦,好,反正也没想指望你要出差几天,哦,行 反正也习惯了恋爱的时候,住太大的房子都是浪费,因为干什么都想黏在一起,结婚七年,还是房子大一点好,才能各占一间,你玩你的游戏 我看我的电视剧,互不干涉,平安无事,让我们岁月静好,和谐共处 陈小春英采严,典型的中国式七年之养 大多数中国人婚姻的本质,其实也就是陈小春英采严,在好吃的餐厅,去几次之后,也觉得不那么好吃了 在喜欢的情歌,天天听,也没有眼泪了 在好看的人,看了好几年,也没有那么美了,多少婚姻,因为七年,然后只养,因为厌倦,懒得只养,最后就这样散了 然后循环往复就过了大半生,如梦初醒十一人不在,唯有一声叹息 看过那么多陈小春英采儿夫妇的高甜恩爱,却在一个真人秀里看到 不管是明星,还是普通人,幸福都只是365天里,屈指可数的高光时刻,更多的时刻 365天有300天里,都各有各的责任,各有各的烦恼,各有各的委屈 说起来虽然是丧,但我那个朋友吐槽完直男老公的各种不解风情 立马心疼的说,他真的很辛苦,为了要给儿子买个更好的学区房,头发都白了好多 而我每次说,好了抛家妻子去旅行,却在看到海上白帆,风吹卖浪时,却在吃到美味的食物 喝到甘甜的酒时,忍不住想,他要是在就好了,下次一定要带他们一起来 太多时候,当爱荣到每一天的点滴里,他就变成了空气一般 每天呼吸却感觉不到,离开了却发现,没你不行 节目里,我很喜欢的这一幕,两个人在海边,学MV里少女奔跑的画面 逗对方笑,他嫁了一个寡言的老公,他娶了一个霸道的老婆 可是就像《欲望都市》里Bick说的那样,我只想跟一个能逗我笑的人在一起 所谓的中国是七年之养,其实还有一层,两人都已经太清楚知道彼此的套路 知道对方的毛病,却也知道那个人走得再远,风筝的现实